從這個長照的還有從這個包括有一些 自間作業的這個身障礙的這個設施 那我想我們在整個廣時的這個配置 那我們都會來提供希望變成這個居民的一個好朋友 也就是說有脫嬰的需要的 有這個長照的需要的 有這種長青學院 比如說這個社區這個老人長輩 可以來這邊白天做活動可以共識的 那可以照顧的 那這些我們都在這個廣時的這個社福設施裡面來做這個涵蓋 來下一張 那我想大家很關心的就是說 整個社福設施到底要怎麼配置 那當然這個經過不論是這個所有市民的 還有包括議員的整個關心 那我想安全跟這個社區能夠融合在一起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一個敦親牧林的一個狀態下 是我們在做整個配置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考 所以經過我們跟都發局還有整個來討論之後 我們把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社區化跟小單元化 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是一個很大量的都只有集中在一個地方 而把它變成一個社區化跟小型化的一個地步 那很重要是把它分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裡面幾個比較住宿型 也就是說可能行動比較方便的社會設施 我們都讓它在三樓以下 都讓它三樓以下 那有一個這個避難的空間 所以對整個無論是從長照的這個機構 或是日間照顧長照這些設施裡面 我們不要讓它到高樓層去 那我們也沒有把它集中在任何一個部分 那另外在整棟的建築裡面 我們讓它是一個獨立的單獨的出口 也就是說跟上面的住戶是一個單獨的出口 那我想利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配置 那我們來把這一些的這個設施設施 我想做這樣比較有效益的 而且安全的舒適的一個配置 來下一張 那所以整個我們的配置就是說 這個住宿型的這個是第一樓層 那其他像脫嬰的像這個長青學院的 像日間照顧的這個製造中心 也就是說白天可以來脫老的 晚上可以回到社區的 那我們適度的讓它到四樓五樓上面去 那有一些像這個社區裡面的少年中心 婦女中心 那大家社區裡面的這個婦女 可以來無論是上課程 或是來這個看電影的 那有些烹飪的課程 這一些我們都讓它五樓六樓 因為相對上我們移動比較這個 比較自由那會比較安全 來下一張 那所以整個來講我們希望 從這個親子館 我想台北市的這個十三家的親子館 是整個台北市的一個驕傲 也是市民的喜愛 那從脫嬰中心 那包括這個長照 我想這個我們 這個整個世代 慢慢會這個 老化的這個世代 長照相當的重要 還有一部分的這個 身心障礙的一個設施 包括輔具的 那這一些我們都希望把它 把它很均勻的 很分散的 小型化的配置在 那當然很重要是說 要跟社區能夠蹲進目裡 所以我們在這些設施的一個 一樓的這個周邊 那是用商店式的一個包覆式的 那有一個獨立的出入口 那我們希望 也很感謝說說 這個廣時 這麼長久以來 對社福設施的支持 那我們在想 這個社福設施的配置的時候 那也希望說 能夠考慮到 大家的這個需求 那大家的這個聲音 我想我們有聽到了 也做相當程度的這個努力 那希望可以大家 獲得大家的支持 那未來 我希望這些社福設施 變成大家的好處兵 大家的好處兵 除了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公園綠帶以外 還有這些軟體 可以用從小孩到老人 那如果有些不方便的照顧 都可以來使用 我想以上是 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所做的一些努力 那也拜託大家 能夠支持我們 感謝大家 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台北市 這個65歲已經達到15% 那特別是心理期 這個人口老化的情形 比全國還有台北市都高 那在這裡可以看到 心理期 不管是私人人口 私事人口 可以說是相當的多 那在醫療資源 包括醫院診所 這部分在心理期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在長照設施部分 那以現在長照2.0來講 將來會齊分為 機家型、設計型 還有後面的住宿型 那以機家型的話 目前比較需要的是 培訓這些照顧服務員 這個也是相當要努力的地方 那設計型的話 包括日間照護、附件中心 附件設備 可以說是 在以系列期來講 是相當的 還是不足的 那以住宿型的話 包括老人兩戶 護理之家 還有私自照護的部分 也是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規劃裡面 會包括 門診、中心及附件 還有照護設施 那在這個區域裡面 社會主義規劃 安置老人等 身上的住宿床位 有520床 但是因為剛剛有提到 護理之家 這部分是不足的 那附件的設施也不足 那門診原來在心理 公所那個地方 那我們也會牽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邊模型也看得到 我們將會在這個地方 八層樓的建築裡面 我們會一到六樓 那也就是說 在中心的地方 我們會有一個門診的地方 然後二樓有 中繼起的復健中心 那三到六樓 會有八十床的 中繼起照護中心 還有五床 需要住宿型 來做復健的一個 的設施 的中繼住宅 那這也是一個 一樓門診的一個概念 我講一個對地方來講 是相當有需要 相當有需要 這是二樓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在二樓 對於不管是附近的住戶 或鄰近的一個居民 都可以來這裡做復健 那接下來在三到六樓 這個是住宿型中繼起的一個 對於私人 需要做短時間的一個照顧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說 衛生機所規劃的能夠滿足這個住戶 還有附近居民的一個需要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黃區長 有幾個議題大家關心的